希腊是民主的发源地 但希腊人从来玩不好民主 古代的时候玩民主 玩出一个苏格拉底悲剧 苏格拉底最后怎么使的呢 是被希腊老百姓民主投票给处决的 毕竟那个希腊又玩一个润性的民主游戏 你没有效率福利友好 于是就借债 借到了某一天 实在是还不了了 然后他就跟那个战权人商量说 除非你再借我一笔钱 否则我还不了你 我昨天借的钱 这个大家就傻眼了 三年前他就耍过一世代 三年前说我欠你一千亿 我告诉你肯定是还不了 你看得办 然后最后德国是给他一千五百亿 把钱面都还了 三天以后不是得结账了吗 然后希腊又玩这个游戏 说除非这是给两千亿 否则是还不了 你看得办 然后希腊人最后就竟然润性 搞一个民主投票 就全民公决 就是两个选题 还钱还是不还钱 然后老百姓都说不还钱 哪有什么还钱 这个是 他就润性了 说老子民主了 当然可以不还钱了 随了他那个总统 胡贺茄斯 这个老兄喜欢打篮球 各的那个文森 一边是切格瓦拉 一边是毛主席 他非常崇拜毛主席 他曾经跟我们外交部讲过 希望每年到中国来 扫三次毛主席目 我们说三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胡贺茄说提议 我们也开会以后 当时的南非总统穆加贝 就提议 说我正式邀请大家 到北京去开会 按照那个我们外长 杨洁篪的说法 就是他非常不把自己 那个不当外人 后来那个主要是印度 印度就有点生气 说凭什么第一次要到中国开 第一次到我们印度开 据说那个会议再结束的时候吧 因为印度反对就不了了之 后来 沐加贝总统又提了一些 我再次提议 大家到北京开会 日本作为年轻民族就留下一个文化习惯叫巨威而不知道感恩 谁老大他跟谁好 英国老大英日同盟 德国崛起德日同盟 现在美国老大美日同盟 十年以后当世界认定中国是老大了 我估计当天晚上到我们家来送你了 我早就想跟你好了 日本人英语是不好的 在日本自己说他必须动手术 他那个发音才能标准 所以印度人乱讲 他永远是对的 韩国哪有什么全球事业啊 三中五老虎活子冲大王啊 他现在他想当领导 这个有点小马拉拉拉大车 就是一帮村长啊 突然提升省委常委 他就远远晕着啊 他七八一大 他搞不清楚该干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老必须去的原因 因为那个这位小兄弟一看中国动手了 他没办法 说大哥你得来呀 是吧 那美国现在压力之下也必须来秀一下肌肉 否则人心散啊 队伍就不好待了 中国的阵营我们叫多极化 因为中国呢 觉得这个美国主导天下 我不舒服 中国那个内部的骄傲 就不愿意接受美国一朝 还有一个就是 过去美国还真是老整我们 中国是不服的 但是呢 我们当时又打不赢美国 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美国的那个阵营里面 拉上几个心怀不满的小兄弟跟美国一起斗 于是就叫多极化 知道吗 我们只要拉谁呢 第一个就是拉法国 嗯 法国是属于典型的文艺清廉 是吧 清廉 它属于文艺清廉的一类 永远是不服的 本事不大吧 然后口气很大 永远是个逮谁骂谁 所以一看 中法领导人一见面就谈多极化 那个 那法国人很高兴 然后呢 就是拉俄罗斯 俄罗斯做过大户人家 现在衰败了 衰败了心里 它是不服的 知道吧 然后呢 拉印度 印度小姐的心 丫头的命 也是口气很大 本事不大的 他喜欢跟人家捣乱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一个国家 这个赵文派有两群人 一群是普京及其小伙伴 一群就是拉美人 主要是赵谁的反呢 赵普之价值派的反 文化政治都认西方 但是他们遇到一悲剧 就是西方不认他 坚决地否认他是西方国家 这都得我非常老火 知道吧 我就是这个家的 怎么不让我进门呢 我德国人这么结实 他说 我们欧洲的主要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我们呢 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妈生的 俄国我知道是我爹的孩子 他不知道跟谁生的 这个私生子 我不让他回家 回来跟我爹丢面子 然后抢我们家遗产 那不干了 所以他们就集体地把俄国推出去 俄国气得不得了 说我们一个天 平时梦不让回来 对不对 那俄国脾气也不好 然后总是在门口 炸锅 炸门 炸碗 然后搞得关系就更僵了 这个 这就是 这会形成了一个很怪异的中套关系 就是这个家伙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不听我们的 告诉大家 一分钱现金都没了 全部就是食物 直接给粮食给了老百姓 给饼干给了小朋友 知道吧 小金胖子一分钱拿不着了 这个 钱龙竟然做出荒谬的节奏啊 说因为那个枪很小 它是个国礼嘛 建的做得很精致 他说这是旅人用的 要我们都用这个 我们阳刚之气没了 我就是让我的战士使那个傻力气去打 知道吧 失之交平 然后这两把枪 还就放了他书房 就放了好多年 没用了 一直到八国联军火长圆明园 把他带回去了 天不灭清朝啊 天是不长眼的 古人挺棒的 咱们近代中国人混得不顺了 连累了我们的祖宗 也没有颜面 然后我们还老骂我们家祖宗 这个孙子把家败来了 他不怪自己的 他不怪祖宗 这一本《正史》啊 叫《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鲁家写的 对不对 就喜欢那个耕独川家 特喜欢那个 然后他喜欢以后 他就把那个中原的正统王朝 都塑造成都 龙耕文明 别人打我们 所以看完这个《二十四史》 其实看了有点郁闷了 它是一部 你有狼牙棒 我有天灵盖的历史 很惨啊 所以中国人读完以后 有一个 就大家都有一个印象 说我们中国人民 一向热爱和平 但是呢 周边国家记忆 不是这个样子 知道吧 很多国家 你韩国 它的记忆就是 我们侵略了它几十次的历史 越南呢 是说我两千年历史 有两百年的 是西洋人欺负我 法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 剩下一百一千八百年 全是中国人欺负我 中国人要求很高的 中国人说你这个 综合国力要超过美国 产品质量要超过日本 生活水平要超过瑞士 不超过我就骂你共产党 就中国的学习能力 世界第一 通常叫做山寨之一 欧国崛起 山寨英国 美国崛起 山寨整个欧洲 日本崛起 山寨欧洲和美国 轮到我们 当然山寨全世界 山寨